秀林乡立幼儿园举办112学年度的联合毕业典礼 乡长王美贵代表会主席若燕林 还有全乡各分班的师生家长都一起到场 为孩子的毕业典礼欢庆 秀林乡公所并且在华人县原子民主文化馆办理 1123年度幼儿园 122学年度联合毕业典礼 秀林乡长王美贵代表会主席若燕林 先衍衬美人举全乡各分班师生家长 皆一同到场为孩子们毕业典礼欢庆 秀林乡长王美贵表示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近年来秀林乡公所对幼儿园交易的重视 就是以提供舒适安全环境 以及学险交易的优先 不仅推动乡下扎根 两岁以上幼儿园拖移计划 更提供公共教保服务机构 办理延长照顾服务 以下两项不仅让家长能够安心就业 舒适工作以及家庭的压力 也祝福所有今天来参加 PA典礼的各位长官 以及各位来宾 还有我们辛苦的家长 再来就是我们幼儿园辛苦的老师 把小孩子交给政府的听话 让他们心话发到说 那很美丽 很高兴 所以在此我也祝福 我们在场的所有长官来宾 家长 学生以及我们的老师们 身体健康 代表会主持人员表示 李斯尼山递增的震撼教育 家乡以及校舍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是大家的考验 开心的是 祝我们展现捍卫家园决心以及年纪力 全部都穿我们德鲁武的服装 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老师的用心 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边点里 非常的有利益 服装是代表我们德鲁武的一个文化 那在幼儿园的时候教导 不但除了语言 文化跟服装 都做得很弱实 所以在这个传承面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表示在文化教育方面 结合了亲子共学 老幼共学 并且创新推广德鲁武语言 以及文化 积极提供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记者终于华世伯老